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由台铁打造知名旅游业者营运的明日号观光列车 29号的上午在台北的南港车站正式的起航 而首座礼宾后车室也在明日号下午抵达花莲后一同曝光 黑色车身搭配经典的局 明日号是台铁目前最新颖的观光列车 导入了美学设计融合在地的特色元素 而明日号31号的首发团将会带领游客 迎接明年的第一道曙光行程开卖也已经秒杀一空 由台铁打造熊市旅游承览营运的明日号观光列车 黑色车身搭配经典橘色以及金色招牌 29日上午在南港车站正式起航 除了有一班车厢也有客厅车厢及八台餐车 车厢内并设有独特箱分及专属备品 而明日号31日26900元的首发团 旅客将在车上倒数跨年迎接台东泰马里第一道曙光 开卖当天已经秒杀一空 明日号的第一站就是八零站 里面市的第一站就是八零站 我们去坐飞机都知道这种是一个旅遇的一个待遇 所以台铁的旅客也是可以进来这边做享受的 我们有会员制 那只要参加我们会员制我们有一定的条件 如果达到那个条件就可以来使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我也希望还没有加入台铁会员的好朋友 尽量早一点加入 往后来享受这个地方的一个便利跟舒适 而首座里冰后车室也在明日号下午抵达花莲后一同曝光 市资1800多万元采用东部特产蛇纹石打造 同时有无线网路充电操作等设备 并提供特色餐点将在明年1月正式启用 以花莲来说在这里做一个旅运中心 其实可以整合到花莲县整个我们的运输的平台 还有整个伴手里以及观光产业的平台 那这对于一个国家在发展观光 一个观光旅游岛来说 北中南东各设一个弄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在这里我想 除了对于花莲整个发展观光产业的发展 以及我们整个在台湾的观光 以一个观光立足点来说 未来的方向是定下来的 所以我要谢谢这个 我们的王董市长以及交通部 能看中花莲 北中南都会有里滨后车市 那花莲站是第1个试点 第1个启用的 那如果这个整个营运状况 好的时候呢 我们陆陆续续会推出的 就是这个台北台中高雄 台北市应该是在南港 南港台中在新乌日 那南部的话在新左营 那这预定陆陆续续要推出 那成效好的话 可能包括台东 羅东 整个这些车站 也会陆陆续续来推出里滨或者是 仿下机场的贵宾市 有环兴吧台和座位区 玩入小型咖啡厅 天花板还有垂钓式灯管 整体宽敞明亮 预计明年1月启用 未来南港新乌日及新左营站 也将陆续推出里滨市 迎接展现的铁道旅游新时代 记者长方言华林市报导